可是今年啊 你要知道这个这种性爱日记啊 就官员性爱日记 这几年也都被曝露过不少 其实果然是有一些官员 他真的有这个癖好 因为他把它变成一个收集 就我收集了一些女人嘛 那么他等于记录下来呢 他是一个自己的战绩的一个记录 那么也有一些这种日记 就好像你开了什么书啊 你写了什么文章 对 记录这些也曝光了 但是问题是记录曝光之后呢 我觉得这回这个反应大 主要还是在于就是 大家真觉得这个官呐 贪得不够多 你不觉得吗 而且我问你 他几十万 你记得陈希同多少 陈良宇多少啊 梅多多少啊 多很多啊 也多好几倍 性质不一样 高官嘛 而且呢他这个还有个情况 就他是玩女人啊 这方面他也算玩得晚 你看他到2007年 才终于完了 对不对 围观多年 到现在才终于晚上了 对 而且还不是说是什么 去嫖娼啊 或者去去去去干什么啊 所以这方面我想让网友们很推重 假如说他的日记是没有被公开的 是真的一个日记的话 我们可以这样来说 他很真实的 写实了自己的看法 我再给约大夫做个比较 约大夫日记九中里边 他27年1月14号 他第一次撞到王应霞 他说他爱上王应霞 这辈子要他 可是13号他的日记里就写 他北京的老婆给他寄来一件皮大衣 他说他那个 但是我的奴隶很可怜 我收到他的皮大衣 我真是感动 我想回去把他抱头痛哭一场 隔一天 他第二天就爱上另外一个女的 然后呢 过了两天追不上王应霞的时候 他就到司马路去找别的女的 找别的女的不做什么 一起抽鸦片 然后徐志摩又把什么表妹介绍给他 请记住 他一个文人 他把他对老婆的恩爱 把他喜欢新的女人 把他去司马路的这个事情 全部记在他的日记上 说明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错 他觉得一个人的复杂性 这些事情他每一件他都没错 而那个时代最后他出版了 这个书畅销了 大家并没有人因为这个日记 看不起于大夫 说明那个时代 也允许容忍理解一个人的复杂性 我们现在没说官员 官员是另外一位 假如这是不是官员 是个个人的话 那我觉得是 他的这个人的这个行为的复杂性 对你不能贸然的说他错 对或者说他就好像你们刚才说 这些女的跟他来往 他也不牵涉 他也不是金钱 所以是不是问题 只是在于他是局长呢 但是你看啊 我我最近还真是觉得 我老在想验证了因果报应这件事 到底是不是有 但是可以说是迷信啊 可是我老觉得吧 比如说你按照一种某种最开明的观点来看 两这就是我一向说的 两个成年人双方自愿 没有暴力权力胁迫 对吧 那么那是他们的权利 他是有一个女的两个女的 但是事实上你发现 色字头上好像确实又有一把刀 感谢观看